准备 准备 阿弥林娟 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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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小姐 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陈怡来自Kadara的存储团队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Apache H-base on Ozone 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在场的有了解Odo的多不多 可不可以举个手 还可以 谢谢 对Odo其实是Apache的一个顶级的存储项目 然后我们是从2020年成为顶级项目的 其实发展到现在也有花几年了 然后在Hadoop大数据这个生态中作为一个分布式存储 我们现在已经支持了基本上像Spark Hive Impala这些计算存储都支持了 那现在Hadoop生态唯一Odo现在还没有支持的就是Hbase了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个功能 就是Hbase on Ozone 然后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先会简单地介绍一下Hbase它的一些功能 一些构架 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们在Ozone里头支持Hbase过程中 我们做的一些设计以及遇到的一些挑战 还有是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首先第一部分是Hbase Hbase在Hadoop这个大数据生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Row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 然后支持数据的多版本 容易扩展的这样一个no-socal的一个DB 然后像传统的DB一样 它的数据也是存储在表里头的 Hbase可以支持到这种就是10亿级别的这种行Row 然后多达这种就是百万的这样一个列这样子一个规模 同时Hbase它支持这种就是Region的区间的这种远带扫描访问 同时也支持随机的进时时的这种数据的一个访问的一个模式 这是Hbase它的一个Data Model吧 跟传统的数据库也比较类似 就是它有数据是按表存的 然后表里头的每一行叫做一个Row 然后Row有自己的Row Key 所有的这个表是整个是按照这个Row Key来一个排序的 然后每个Row它可以有很多的列 而相近的列可以组合成这样一个列组 然后每个cell就是每个行每个列它的数据可以有多个版本 就是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模型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构架图 总体来说Hbase也是这种主从构架的 它主节点是Hmaster 然后从节点是RegionServer 客户端 然后同时还有属Keeper是来做一个协调者的一个角色 Master呢 Hmaster主要是接受这个数据库原讯息的管理 包括表的创建啊 删除啊 更改这些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表的数据比较大 所以表示按照它的Row Key来分区间的叫做Region 所以HbaseMaster它的那个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要 把不同的这个Region的Key分配给不同的这个RegionServer 另外一个如果RegionServer有这个故障 发生故障 那Master也需要来介入进行数据的一个恢复 这是Hmaster的功能 然后RegionServer呢 它的功能就比较直白 就是一个是管理它这个节点的本的Region 然后同时呢给客户端提供数据的一个读写服务 然后ZooKeeper在这里是一个协调者 它主要是来监控或者Track这个节点的这个活动的信息 如果是比如说RegionServer不活动了 Done掉了 所以它就需要去通知这个Hmaster去做数据的恢复 还有一个是Hbase有一些系统表叫做Meta的系统表 然后这个表的信息是存在这个ZooKeeper里面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Hbase它的整个构架 它其实是下面是用的HDFS 它所有的最终数据都是写到HDFS里头 那作为Ozone的话 我们也是想可以就是说 就是替代取代Hbase这样子来承接这个 取代HDFS来承接那个Hbase的这些数据 所以我们下一步会进一步看一下Hbase是怎么用HDFS的 对 Hbase它有三种类型的文件 一种是它的WriteAheadLog 还有一个是它的数据文件Hfile 还有一种是这个链接文件 然后它的Hbase使用这个读写的IoPattern 除了这个链接文件之外 其他两个都是比较大文件 然后读Hfile的时候 由于Hfile它自身的一个内部数据结构 它会有很多的随机的读 所以它会有很多随机读 同时呢Hbase对读写的实验非常敏感 就是对读写实验要求很高 然后WriteAheadLog 这个是Hbase用来保证它的数据的一个可靠性和完整性的 在WO写入的过程中 它会频繁地去掉一个操作叫做Think 就是强制把这个数据刷到磁盘上 确保数据不会丢失 这个会掉非常多次数 还有一个它的Io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文件具品的一个打开 这就是Hbase使用底下存储系统的 它的一个Io的一个模式 那在HDFS的时候为了支持Hbase 其实HDFS特地做了很多的功能来支持Hbase 这里我列了一些主要的功能 HDFS开发的主要是为了支持Hbase 包括第一个是支持Hsync 这个Hsync就是前一页那个WLSync的操作 然后第二个是短路读 就是在读的时候 数据节点读的时候 跳过HDFS的DataNode 直接去读文件 还有是DataLocality 这个就是可以让Hbase的客户端 可以控制我数据写下去的时候 我想写哪些数据节点 对就是能够有更好的DataLocality的效果 还有就是HDFS需要支持大量的这种Open的File 还有支持这个符号链接 这些基本上都是为了HDFS为了支持Hbase而开发的功能 那目前如果我们Ozom也想承接Hbase的这个数据的话 那Ozom类似也需要提供这样相当的一些功能 对 所以这个就是Hbase on Ozom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主要就是两类文件 一类是HFiles 这个是大文件 然后顺序写 然后随机读 这个HFiles存在Ozom上面 其实我们应该是比较早就支持了 之前版本唯一还不支持的就是这个RideHelog 主要是它需要不停地调这个Sync 就是之前Ozom还不支持Sync 然后这个Sync的功能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发 所以当我们准备要在Ozom上支持Hbase的时候 我们做第一个feature就是支持H-Sync 然后Ozom提供的文件系统是兼容Hadoop文件系统的 Hadoop文件系统的接口里头有一个叫做Thinkable的接口 这个接口一共就定义了两个API 一个叫H-Flash 一个叫H-Sync H-Flash它的语义是说客户端掉H-Flash 保证数据从客户端刷到数据节点 然后H-Sync的语义会更进一步 它会保证数据从客户端刷到数据节点 同时从数据节点刷到数据节点的磁盘上 就是保证会落盘 所以调用了H-Sync的之后 客户端可以认为数据已经落盘 这个数据是不会再丢的 然后H-Sync会在WL写的过程中调用非常多的次数 因为WL它的写的模式是 它内存会有一个Cache 然后数据往这个Cache写 写满了之后就往下刷掉H-Sync 然后这个Cache的大小不是很大 应该是可配的 大概可能就是十几或者几十KB这样子 所以频繁地掉H-Sync 所以H-Base对于底下文件系统支持H-Sync的要求 就是它必须是一个低延时高吞吐的 要不然上面会拖满它这个WL文件的一个写 我们可以先看这 接着说 然后我们在Ozoon里头是怎么来实现H-Sync的呢 其实实现H-Sync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要先保证把数据 从客户端刷到数据节点 然后并且落盘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是因为我们的数据 这个文件的原数据 记录在我们的原数据节点 叫做AutoManage上面 我们还要需要去跟原数据节点去沟通 去更新它这个最新的数据的一个长度 所以H-Sync是在我们的第一版实现里头 是实现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先flash data 然后第二部分是去update的这个文件的一个长度 flash data的话 我们有两个call 一个叫writechunk 一个叫publock 这是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有的API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版本的实现中间 我们没有去创建新的API 一个meta叫做H-Sync client ID 它记录的是写 调用这个H-Sync的客户端的ID的一个数值 对 就客户端 AutoManager会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我们第一版的H-Sync的一个实现 然后沿用了EO的API 然后这里有一个要就是专门那个讲的是 在支持H-Sync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对于这个文件数据可见性的改变 就是在支持H-Base之前 欧中里头所有的文件在你没写完 文件没有close之前是不可见的 就是除了写的这个客户端 其他客户端想去读它是根本就不可见的 但是因为H-Base的它的要求不一样 所以我们改了就是带有这个flag的这些文件的行为改掉了 就是如果有这个H-Sync client ID这个flag的这些文件 它在这个文件写完之前也是可见的 就是可以有一个客户端在写 另外一个客户端在读 这是可以支持的 这是专门为了H-Base而改的 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可能后面也看不太清楚 就是我列了一下 如果我们想写一个正常的文件 在欧中里头写一个正常的文件的一个API的流程 和如果写一个像H-Base WL这种需要调用H-Sync的这样一个流程 左边就比较 左边就是先创建文件 然后分配块 然后就写数据块 在WriteChunk写到DataNode的 然后后面有个PutBlock也是给DataNode的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WriteChunk它是把数据写到数据节点的磁盘上的这个数据块里头 但是PutBlock它会去改这个数据块的原数据的信息 包括它的长度和它比如说你有checksum 这些checksum信息 对这些原数据呢我们 Otom里头现在也是用RocksDB存的 所以就数据以数据文件的形式存在磁盘上 然后数据块的原数据是存RocksDB的 所以它是两个API 一个API写数据 一个API改这个数据块的原数据 然后写完之后最后就是commit file 就是跟原数据节点OM去沟通一下 说我这个文件写完了 这是普通的 然后如果写WL文件的话就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如果客户单调一个hsync的API 背后会有三个call至少 两个调用是给到DataNode的 然后两个一个调用是给到这个原数据的AutoManager 对 就是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 然后我们做了一下就是Benchmark 对 用那个HBS的YCSB Benchmark 然后我们通过HBS记忆的Matrix发现 它确实这个文件它的那个sync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这是抓了一个region server的一个信息 就是它每个region server的VL文件 大部分时间可能每秒钟在1000次左右 就要用sync 然后但是也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它会冲上去到比如说4000 或者更多5000 这只是一个region server 那整个HBS的集群它有很多个region server的话 那这个就会乘多少 对 这个整个来说就是 所以我们做Benchmark之后就发现这个RTC call实在太多了 我们的原数据节点和这个数据节点被排队 就是那个call的那个积压很厉害 对 所以显然就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能有这么多的RPC call 我们需要减少它 所以第一个做的优化就是合并这些call 简单来说就是合并这些call 对 就是把之前的比如三个call 三个到datanode的合并成一个 然后我从一个到这个元数据点OM的把它优化成 原来是每个call都会去OM这边去调用一下 现在就是优化成我每一个新的数据块我会去调用一下 如果是同一个块已经调用过了就不调用了 当然这样的好处就是RPC call减少了到OM的减少了 但是坏处也就是说我的OM这边记录的这个块的实际长度 可能比我实际写下去 已经写下去的实际长度要小 对 这个问题就如果这个文件最终正常写完结束 那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最终因为它committed的时候会把正确的长度带过去了 那如果这个文件写了一半 就是客户端出了问题 然后导致这个文件只有这个就是一半的状态 我们叫做open key的状态就会有一点问题 所以后面内容会讲就是怎么修复 然后这里我想就是说的是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right chunk 有一个po block 然后这里还多了一个叫watch的一个请求 因为前两个它都是一步的 就是请求发过去它就结束了 然后watch这个committed它是在那里等 就是它要等前面两个真的返回了 然后它就确保这个数据落盘了 然后watch的话我们是有不同的类型的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watch的叫allcommitted allcommitted的意思就是我三个数据节点都需要落盘 三个全部落盘我才返回 这是欧东现在默认的一个数据写的一个保证 就是它保证三个副本全部写完 对 就刚刚说了我们到om的那个请求 有原来的每个hsync call都会掉一次 优化到每个新的数据块掉一次 这就导致就是om上面记录的数据块的长度可能比真实的写下去的数据要短一些 那如果客户端发生故障 有一些key没写完openkey的话 我们要去做一些恢复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不能只看om里头记的这个文件或者这个块多长 我们要知道它真的数据写下去了有多少 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叫做就是租约recover 其实就是recover这个key 那谁知道这个长度呢 就是datanode知道 所以我们要去问datanode找这个长度 然后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块在就是在on里头一组块是组成一个container 然后container有open和close两个状态 open的话是可以接受新的写入 close就不能接受新写入 所以如果这个数据块所属的container是open状态的话 它必定会有一个写的pipeline跟它关联的 然后这个写的pipeline会有一个leader 所以我们只需要去问leader是说我这个数据块长度是多少 对然后leader会告诉你数据块是长度是多少 如果是close的container 这是就没有写的那个pipeline跟它绑在一起了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去做的是去找这三个container的副本 对然后每个副本应该会有这个block的信息 我们把这个三个信息组合起来 我们也可以确定这个block的最终在数据节点上的长度是多少 然后我们用这个长度去更新我们的原数据里头文件块的长度 以及文件的长度 这样就做到了这个就是就把这个文件就是最后就recover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规避掉在客户端频繁的去调这个OM的接口来更新数据块和文件的一个长度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的优化 然后第二个优化就是刚才我指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默认是写三副本的话是三个副本全部落盘 全部写完我们认为是写完 所以我们这里头叫做all commit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用的也是Rough的协议 对Rough的协议它其实有两个落盘的话 其实可以认为它已经数据写下去了 因为它第三个的话它可以 它可能是比较慢 它慢慢就跟上来了 或者是通过 对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等到两个写完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优化 就是把这个行为做成了一个可配置的 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你可以配置成你要等三个都写完还是等两个都写完 它们就是各有好处吧 如果你等三个都写完 那你写的时候等的时间长一点 但是三个副本是一模一样的 你读的时候就任意选一个读就行了 就是写 但是如果你等两个副本呢 你写入的时候等的时间会稍微短一点 如果你不需要等第三个 如果第三个比较慢的话 但是读的时候 假如说你写完马上去读的 然后又不巧就读到了第三个慢的 它没写到的那个节点 那你这个数据在这个数据节点上就读不到 你就需要再去尝试另外两个节点 这样就多了一次尝试的时间 这样写的时间就可能会变长一点 就是这两种就各有优缺点 然后我们把做成可配置的 就是你可以依据你的应用的一个特性 然后你可以选 然后我们也简单做了一下测试 我们用Ozom自带的一个工具 叫做free on做了一下测试 右边的话上面是等两个数据节点写完 下面是等三个数据节点写完 然后这个测试做的事情就是写一批数据 然后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验证一下 就比较简单 然后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等两个数据节点写完的话 它花大概是五分多钟 接近六分钟 然后下面如果三个全等的话 大概要等七分钟 所以就是如果是选这个majority commit 大概可以在写上面是可以有可能有百分之十多的 这样一个性能提升的 然后第三个优化是我们观察到 因为我们的写是也是经过Rapt Rapt它有自己的Rapt Log 所有过来的请求它先要落Rapt Log 然后我们发现在我们做跑Benchmark的过程中间 这个Rapt Log滚动得非常的频繁 将近可能不到一分钟就滚动一个文件 对 因为它落Rapt Log它也要落盘 然后我们写的Data也要落盘 它们两个之间其实是对磁盘的资源是一个竞争 就如果Rapt Log就是写的太多 那势必会影响这个数据块落盘的这样一个性能 然后我们进一步分析来发现 因为我们现在在每次put block put block也就是说它会去把数据块的信息写到RaptCB里头 对 然后它里头包括每个chunk的信息 然后checksum的信息 长度信息名字这些很多很多 但在WL这种情形下 它其实每次就是每次靠 hsync的时候每次都要掉一次put block 但是我们发现它每次其实变动的 只是最后的那一个小块 那个chunk前面的都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频繁的发put block的话 它里头前面的那些信息都是一样的 然后都是不变的 然后这个就是导致了这个RaptLog滚动的特别快 然后我们观察到CPU的使用率也上升了很明显 同时网络的使用率也上升很明显 所以就是然后后面我们就做了incremental的这个方式 incremental就是每次不再全量发了 我就发最后那一点 当然这个发之后在我们的数据节点这边也要做相应的处理 它要维护说我前面发的块这个chunk info和我最后发这些 在读的时候它需要把它拼接起来 对 就是datanode这边要做一些处理 然后做了这个变动之后我们发现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就是这个吞吐大概有三到四倍的一个上升 然后这个RaptLog也不再频繁地滚动了 就比原来要好很多 CPU的使用率也下降了 然后这个是写方面嘛 还有一些写的写方面的优化我们还在进行中间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有两个关于一个关于读的性能的优化 就是我们跑那个YCSB的时候我们发现纯读的workload 我们比较了那个HBase on Ozone和HBase on HDFS 然后发现从Ozone的那个metrics里头我们发现 Ozone实际上从datanode读的数据 要比我们测试的那个dataset size要大一倍 就是Ozone多读了很多数据 就导致它那个执行时间变慢了 然后我们进一步发现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HDFS它就没有多读这么多 但是Ozone就多读了很多很多数据 然后我们进一步去分析为什么是这样子 其实原因就是HFAR它这个格式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是分那个什么block区域 然后什么index区域 然后什么有很多区的 它是有格式的 然后它reaching server读这个的时候 它是会跳来跳去读的 然后跳过去它可能每次读也就读个几K或者几十K 但是Ozone最早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版本 它的读是就是偏向于这种顺序 应用层顺序读这种模式的 它是会默认就是每次要读是读一兆一兆的 也就是说如果上层应用你要读8K这样一个数据 那Ozone的话它会把这个包含着8K的边界对齐的一兆给你读出来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就多读了 这种情况呢如果你是你的上层应用模式是顺序 顺序读这个文件往后扫的话 这个就很快 因为它我预先就把你后面要访问到的数据给你读出来了 但是像HBS这种它就浪费掉了 因为HBS的读它是跳来跳去的 它要8K你读出了一兆 然后剩下的它第二次它就不要了 它又跳到另外一个位置去读了 那你多读出来这些就浪费掉了 所以后面我们分析出来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把 然后Ozone的这个一兆呢 它其实是有个变量控制 它这个变量叫做Ozone Client Byte Per Check Sum 而现在默认是一兆 对 就它控制了它每次都是读一兆 所以我们把这个默认值从一兆改到了16KB 对 然后右边这个就是我们改了之后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橙色的柱子 最后那个橙色的柱子就是我们改了这个配置之后的柱子 然后后面那个是HDFS的 可能可以看到就是性能就很接近了 另外说一下HDFS的它这个也有类似一个配置 它其实是512字节 所以我们这个改成16KB之后还是比HDFS要多读一些数据 但是比原来一兆要好很多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读还在做的是我们要实现这个短路读 因为HDFS它就是HBase on HDFS默认它是开短路读的 但是我们现在欧洲还没有支持短路读 所以这个短路读的性能我们还在开发中 对 然后等到短路读实现完了之后 我们预计可以就是这个性能应该是差不多的或者会比 我们希望可以比HDFS稍微好一点 对 除了前面这些其实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 但是比较零碎的一些优化 包括比如说使用Direct Buffer 然后把一些同步的改成异步的 还开发了一些工具 比如说像这个叫DNA口 它会检测客户端和DNA口之间的这个来回的这个实验 还有一些进行一些简单命令的一些实验这些东西 对 还是还有DNA口还有OMA口类似的 对 还有一些命令行 对 这个是 然后 最后这一页就是跟这个功能 HBase Odom相关的一些主要的一些Jira吧 其中有一个是开在HBase社区的 然后 Odom社区有两个 对 大家如果对这个功能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这三个主要的 主要的这个Feature Jira 对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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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